Hi 大家好 我是Jimmy 啊 快樂快樂 又到了雙11 感謝阿里巴巴讓我們每年都有這個節日 可以找藉口把錢變成喜歡的形狀 不知道各位的荷包準備好了沒 這部影片我們來討論一下雙11有哪些電競周邊值得買 我會提到的基本上都是我用過 或至少我去店面摸過覺得不錯的 用品牌來分類 推薦給各位 OK 我們先看到Steel Series 也就是Site Ray 滑鼠的部分都集中在Aerox 3系列 Aerox 3是Site Ray的挖孔式輕量化滑鼠 外型上長度是120 高度38 是中小型的對稱鼠 外型上屁股比較豐滿一點 比較貼手心 按鍵燒印 但不差 無線版重量66克 有線版59克 可能因為Site Ray推出新的2022年版 所以雙雙降價 想嘗試輕量化無線滑鼠的玩家可以參考看看 另外Apex 7機械鍵盤也打到台幣3990 Apex 7是一個鋁合金底板的全尺寸鍵盤 右上角有很特別的OLED智慧顯示螢幕 可以顯示一些遊戲或軟體內容 也有一個我很喜歡的滾輪 鍵帽雖然是ABS 但是有注音 背面的理線設計非常特別 你愛旁邊出現或是中出都可以 3990的特價包裝內有個可拆卸磁性碗托 Site Ray自己的紅軸性能也很穩定 蠻多選手用的 喜歡全直升鍵盤的玩家可以考慮看看 OK 接下來是每次打折都很誇張的雷蛇 最好的輕量化無線滑鼠之一 Viper Ultimate 電商上可以看到2690的價錢 Viper Ultimate 跟 Aerox 3 一樣是高38公里的對稱式設計 長度稍長大概126公里 這個價錢是不含那個超級帥的充電桌 但真的沒有很必要為了充電帥度多花錢啦 然後是小型的桌上型USB麥克風 Siren 魔音海妖 迷你版本來就不貴了 降到1111 這個麥克風也很有趣喔 他比標準版比較大的版本晚上是 然後音質比更貴的標準版還要好 1111這個價錢真的很可以 最後是有線的耳罩式耳機 BLOCKSHOCK B2X 大概從2000塊的原價降到1388 BLOCKSHOCK B2X就是我手上這款 Pro的有線經濟版 配戴上頭戴跟耳罩材質都不錯 夾頭感也很輕 雖然調整長度的部分不是很好用 但1388這個價錢以音質來說很划算 絕對比什麼巨腰的好 別買錯囉 來到加大業大的邏輯 G Pro Wireless Pro X Superlight 兩兄弟雙雙降價 Superlight更是整整降了差不多1000塊 那這兩隻滑鼠我想就不用多說了 最安全的外型最多職業選手選用的無線輕量化滑鼠 缺點是用了一年按鍵就有可能會連點 這個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這個價錢以前絕對沒辦法出手的玩家 真的可以搶一波了 接下來是無線滑鼠界的傳奇G304 各種新顏色都降到台幣890 這個滑鼠真的是滑鼠界的偉人 被拿去冒得成各種外型 喜歡裝電池的無線滑鼠 這顆真的很超值 日常使用打遊戲都很不錯 G335耳機也降到1111 這款說真的我沒聽過 但邏輯比較高階的耳機評價都很好 經濟款應該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1111這個價錢也沒什麼好要求的啦 最後特別提一下一個我很喜歡的 工作用無線滑鼠MX Anywhere 2S 這是一支支援跨電腦控制四項捲動滾輪 這個用Excel會特別好用 然後可以選擇2.4G無線或是藍牙連接模式 外型偏小工作用很舊手 雖然第三代出了但第二代還是很不錯 折完就一張小朋友 講得我自己都很心動 好啦來到剛被HP買走的Hyper X 耳機部分Cloud Alpha降到1111已經直接斷貨了 如果還要補貨的話絕對划算 Hyper X的耳機定位性一向都不錯 無線的Cloud Flight也怒降一波 這款實況大魔王Shout在跟邏輯簽約之前 有用過好一陣子 算是比較早期但很穩定的產品 鍵盤部分Allo Origins 60只要1990 PPT鍵帽誠意十足 要注意的是60%的佈局是沒有方向鍵的 喜歡用方向鍵選擇的要注意一下囉 Quadcast USB麥克風我沒有用過 不過外媒評價很好 4990降到3290也真的是折不少 想要高階麥克風的各位可以考慮一下 Pulsefire Height是Hyper X唯一的挖孔式輕量化滑鼠 老實說原價本來就不貴但沒有紅起來 有點被低估了 只有59克的重量 有閃神線包裝裡面還有附防花貼 然後還有兩年保固 現在只要990就買得到 好啦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大品牌大概都有提到 海盜船的特價產品我覺得還好 所以沒有收錄在影片內 剩下大概就是ROG了 但是還沒看到很殺的活動 ROG這邊很簡單 如果看到鍵盤、Fulton、滑鼠、Karis Wireless 這兩個有殺很兇買就對了 其他就放著就好 如果有什麼特價產品 歡迎觀眾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一起討論 不過通常我如果沒提到的話 八成就是 祝各位雙11都能夠買到自己想要的周邊 也都能夠終結單身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Jim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